其实那72小时还是说73小时通牒结束之前呢 菲律宾官方已经传来了第一个版本的这个道歉声明 结果呢菲律宾驻台代表白西里那天晚上到了台湾之后 带来的第二个版本整个就大翻盘 好了一修再修 所以又输了第三个版本眼看都要搞定咯 好了三晶半夜的时候白西里呢就接到一通电话 然后在整个大翻盘 到底这通电话是谁打来的 什么样的内容 外交部三间其口 这一半就是14号晚间8点白西里从菲律宾戴怀的声明 不过这所谓的第二版谈刊内容却是令人傻眼 白西里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回报菲国总统府 终于晚间11点多有了善意回应 不过这个时候一通神秘电话 一切又翻盘 第一时间说好的道歉诚意呢 怎么白西里一到台湾全变了调 回过14号晚间8点 白西里带来了第二个版本 利用了一看发现没有政府对政府的尊重 直呼我不满意 白西里赶紧回电菲律宾复发 拖到11点多还以为万事OK了 没想到一通神秘手机来电全推翻 15号凌晨1点的记者会才有所谓的第四版拍板定案 这转折的一通电话外交部三间其口 知道说白西里代表他也需要跟菲律宾那边在做联系 那这个是当然 因为在这个谈判的过程 他也需要跟菲律宾的相关单位在了解跟联系 14号下午菲律宾抛出了善意电报回应 一开始还让我方松了口气 没想到一通电话剧情直转直下 难道是菲律宾总统艾奎诺三世 突然转变心意下指导其妈 充满想象空间 这一期观众张秋春文 SM小组开访报道